欢迎收看与众不同 我是丹家大学因素管理学系张盛雄老师 每到选举基隆捷印常常会被候选人提出 作为当选后推动的一个证件 到底基隆捷印可否解决基隆人的通勤之苦 基隆民众通勤北北极有一个特色 通勤组人口比例是全台之冠 公共因素的使用力也非常非常的高 这些通勤组除了自行骑车开车之外 台铁跟国道客运是他们仰赖的主要的公共因素工具 而多数使用台铁或者国道客运的通勤民众 通常需要在基隆市区跟城际间 做两个交通旅次的一个转称 例如台铁主要担负的是 基隆台北间的一个城际交通服务 那么使用台铁通勤的民众 需要先步行骑车或者搭公车到邻近的车站 再转乘至台北新北 台铁在基隆地区就只有基隆 山坑八堵七堵百福等五个站 如果缺乏完善的接驳应聚 负担基隆市区内的一个交通 那么它的服务范围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相对而言 国道客运除了行驶高速公路的主干线外 通常也会延长进入市区并且设站 来扩大它的服务范围 扮演了基隆市区跟城际因素之间的角色 减少乘客在基隆市区里面的接驳转称的困扰 所以在近年来 国道客运的路线成长非常的快速 但是国道客运的主要缺点是 高速公路的客运禁止乘客站立 尖峰时间的运能不易提升 不像台铁可以在上下午尖峰时段 可以因为站位而大量的提升它的运量 虽然都是以铁路的技术来营运 但是因为乘客的需求不同 所以会发展出不同的服务形态 例如台铁属于郊区的铁路 以服务核心都市跟卫星城市之间的一个 城际交通需求 它的特色是停靠站少 但是可以行驶直达车跟区间车 车速比较快 所以台铁台北到基隆间 总长有28.3公里 那么中间共设了9个站 平均站距有3.1公里 但是另一方面 捷印通常是服务市区内的短程通勤通学里次 停靠站比较多 旅行的时间也比较长 例如台北捷印平均占据大概1公里 就远低于台铁的郊区铁路 未来基隆捷印规划新增加 六堵 北五堵 宝藏坑一 宝藏坑二 张树湾 南洋大桥 南港展览馆等7站 依照捷印站站停的营运形态 未来旅行时间会更长 票价会更贵 虽然有服务班次略有提升的一个优势 恐怕也会难以吸引基隆的乘客达成 基隆捷印跟现在的台铁类似 主要仍是扮演成绩运输的功能 乘客仍需透过接驳的印距 自基隆端各个车站来转称 都会到南港展览馆 南港转印站来转称台北捷印 然而基隆到新北台北之间 受到山区地形的影响 人口急剧范围比较狭小 可供规划的路廊有限 所以基隆捷印多数的站位 跟它的服务范围 其实跟现在的台铁是重叠的 尤其跟目前台铁进出人数最多的站 例如基隆 七堵 汐子 汐科 南港等站 更是完全重叠 两者的服务功能完全重复 印量势必互相瓜分 将会导致两败俱伤的一个结果 而且目前的路线终点更紧到八堵 广大的基隆民众也无法应用到 其印量将大打折扣 虽说后续的路往会延长进入基隆 但是营运初期恐怕会使基隆的捷印亏损累累 或许有人会说 基隆捷印主要在协助沿途的货柜集散站 工业用地的再开发与利用 然而这类的土地用途变更开发的变数极多 开发期限无法预测 以其如此还不如等开发完成再行办理捷印也不迟 此外也有人说 基隆捷印可以降低花东线的运能不足的压力 但是随着台铁新智强号EMU3000投入营运 花东线的运能已经大幅提升 一票难求的健将已经获得了改善 此外花东运输需求早上往花莲顺行是尖锋 以基隆通勤往台北逆行尖锋的方向并不冲突 用此理由来强化基隆捷印兴建的必要性也属牵强 整体而言基隆捷印跟台铁两者的服务功能完全重复 旅行时间跟票价也没有优势 政府是应该在审慎评估此一计划的一个建设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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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